Hello,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天氣很好, 見到心情都非常漂亮 趁週末, 一個放假的心情 就過去坦仔那邊住一下酒店 放鬆一下, 當如自己去一個短的旅行 在這年紀裏,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留在他自己的地方消費 我自己本身都不例外 以前怎會在澳門住酒店 澳門的酒店又貴, 全部都幾千元一晚 根本是沒可能住得到 幾千元就可以買機票, 已經飛去泰國了 這次我們住的酒店會是倫敦人裏的康萊德酒店 我現在就帶大家上房看看 現在走這條路, 就是可以去到上房間搭升降機的地方 在房間搭升降機上房間的樓層是需要拍卡 才可以去到你自己那一層 已經上到我們的樓層了 我們進入房間來個 room tour 右邊有一塊很大塊的全身鏡 而左邊就是一個 mini bar 見到有咖啡機, 茶壺, capsule, 茶包, 兩瓶水和一盒奶 進來裡面見到兩張很大張的商人床 應該看上去都有五呎 而床的對面就是有電視機, 電視櫃, 旁邊就是有書桌 另外看看入門口那邊 洗手間就是這個位置的 我們進去看看 見到有棋缸, 座廁 有兩個洗手盆, 那就不用爭了 還有一個大的浴缸 而房間裡這兩隻公仔 是會送給客人帶走的 窗口看出去就會見到倫敦人酒店 下面就是泳池 也看到對面威尼斯 和客人的景觀 也不錯 也不錯 在下廚是會有兩種 也是會有看見的 以外有家人帶走到深套的 大廚師 都是會有吉他家人帶走到深套的 而這櫃是有兩個, 除了有枕頭之外 有鴿蠻, 風筒, 燙山板, 燙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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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手, 燙寶, 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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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手 環保袋 旁邊的衣櫃會有兩件浴袍 和兩對大型拖鞋 來到二樓是通往商場 這裡也做得很美 四樓是泳池 是一個outdoor的泳池 由幾個小泳池組成 下到泳池 工作人員會問你會不會游泳 也會給你救生衣 也會給你手袖穿戴 每個泳池旁邊都會有一個正方形的按摩浴池 裡面的水也挺熱的 按摩一下也挺舒服 今天的酒店介紹就到這裡 片尾也會剪輯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收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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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晚安